西鐵印好了嗎 史上第一場在野政黨協商登場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兩人有默契穿藍白情侶裝 友誼的時候 由朱立倫先生出 歷經1.5小時會談 硬是擠出四點共識 不管怎樣 當然我們都是希望國會過敗 但是即便我們過敗 我們也不會是一黨獨大 朱立倫講得誠懇 柯文哲聽到這番話 愣不防嘴角抽動一下 兩人主張四點在野精神 包含進行第三波民主改革 總統進行國情報告 葛魁絲立院過半同意 以及立委席次最大化 此次談話對象是老朋友 柯主席的態度 比談起侯友誼客氣多 藍白和談但最關鍵的總統卻是禁杜琳 最新網路媒體民調顯示 若最終破局33.8%民眾認為 柯文哲要負最大責任 畢竟還在前一天密會郭台銘 能不能幫藍營小雞站台 也逼得朱主席先把話挑明 一開放站台的 我們希望等總統協調完成之後 我們再做共同的協商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一開始就表明我對郭台銘董事長的態度 就是說我們也是邀請他來共同參與 絕口不提和郭董談什麼 柯文哲做的是無本生意 但藍白和大戲觀眾已經很膩